OK,來,預備 來,3,2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國立故宮院的 再一次 沒關係,來,預備,3,2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國立故宮博物院的Podcast 我是小編,萱萱 每集都來陪你聽聽關於故宮的大小事 今天的主題非常特別 我們邀請了兩位台兵都非常的重量級 我們邀請到的是 唐鳳正偉還有 我們故宮的余副院長 大家好,我是余佩景 今天很榮幸有機會跟小編 還有正偉一起聊天 大家好,我是唐鳳 余副院長是我們南部院區 皇帝的多寶閣的展覽策展人 那唐正偉也曾經 跟故宮有很多次合作 像106年的時候 您曾經就用那個無線遠端遙控 那種機器人方式清零 南部院區來欣賞 日本美術之最那個展覽 所以今天邀請兩位 想要一起來聊聊真實物件 跟數位世界 相遇的時候會遇到什麼樣的火花 所以那可能可以邀請副院長 我們可能現在簡單介紹一下 關於南部院區皇帝多寶閣的展覽嗎 好,謝謝 皇帝的多寶閣呢 是從去年12月25號 在南部院區展覽 那這一次展覽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就是採用 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 開箱的手法 一次展出619件的文物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要請大家特別留意 除了619件 文物每一件都很特別值得觀賞之外 就是它的包裝俠盒 也是另外一項亮眼的作品 就是它的抽屜裡面有小抽屜 然後內箱有外箱 所以怎麼樣把東西全部收起來 然後再想像怎麼樣把東西打開來 而且在找到那個藏在抽屜深處裡面的東西 都是很有趣的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的主角就是兩位 所以就來看看兩位要有什麼想要聊的 就儘管聊 今天在我們Podcast的節目 就是我們這個節目的宗旨就是 顧工很好聊 就是都聊 請蔡委,蔡委先開始 好啊,其實剛才小編有提到 就是我在2017年的時候參加日本美術之最嘛 那當然在裡面大家比較會記得的就是那個 就是陶偶嘛 在哆啦A夢裡面有出現過的那個陶偶 那我還記得當時雖然我人在台北 但是是透過360度的直播的方法 等於帶著大家一起在南院去逛 那就有很多網友說 他從來沒有到過南院 但是他等於附身在我的機器人身上 而且可以轉各種角度之後 就覺得南院好像離我也沒有那麼遠 他可以立刻就有一個親近的一個感覺 所以等到他看完這個直播之後 他馬上就訂了車票 隔天就跑去南院了 所以這可以告訴我們說 數位它其實可以是面對面的互動的一個預覽 讓大家在實際去那邊觀光之前 先認識一下那個地方 有什麼值得吸引人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次在南院 我們在線上也看到非常多皇帝的多寶格 相關的一些展覽文物 當然也還有故宮一直推行的開放資料等等 那這些都是在你實際去南院之前 就可以先挑起你的好奇心的一些很棒的數位展品 算是一個預熱的感覺 對 剛剛政委講的就提醒我們 下次我們在策展的時候 應該要預設一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就是把你展覽的亮點的東西 跟整個展覽的敘事脈絡 可不可以透過剛剛政委所講的那個方式 在網路上預播 這樣或許就可以達到宣傳的目的 同時告訴大家 南院真的沒有那麼遠 不過我剛剛聽到政委有講說 他曾經在日本美術職座的時候 就是透過遠端的遙控機去觀賞那個文物 那這一次呢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榮幸 同樣邀請政委 再選一個黃道吉日 也可以去參觀一下皇帝的多寶格 因為這個展覽呢是預備展出兩年 那這兩年的時間我相信應該都有 有榮幸邀請到政委 非常非常非常願意 我還記得當時我第一次開機器人去南院的時候 當時的機器人是那個Double Robotics 就是2.0版的時候 當時的那個機器人就是 跟我在日內網聯合國會議的是同一款 當時是手動操控的 意思就是說我要自己按上下左右鍵 他才能轉頭才能走 所以呢在他的檢票口那邊 他就差一點半倒了 因為那個機器人是往前看 他沒有看到左右兩邊那個檢票口 所以他說啊小心啊這個不要半倒等等 那但是呢現在這隻機器人Double 3 已經升級到3.0版 就跟我們口罩實名制一樣啊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他從看到的這個空間裡面 底下會有很多的就是灰色的小點 意思就是說那些地方是人可以到 而且不會撞到東西的地方 你在螢幕上面一按 他就自動的導航到那邊去 等於像一個自駕車的技術 被應用在這種遠距的機器人上 所以如果故宮願意來響應一下 我們用一下這種自動導航 不會再撞到這個售票口的 遠距機器人技術的話 那我非常願意再帶網友們 一起來在線上預覽南原頁 告訴我們說在5G的時代 會跟我們以前用4G的訊號 相比起來有更精細的 這樣一種攝影的品質 好剛剛這我也講的 4G到5G的進展 又讓我想到多寶格裡面的 一個展示方式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我們這次是採用那個開箱的方式 大家都以為說多寶格好像說 所有東西都放在一個盒子裡面 你只要把它盒子打開 然後把東西拿出來就好 其實不是的 多寶格裡面 即使你把它盒子打開 會發現它裡面有另外一個盒子 然後這個盒子可能還可以拆成 3、4個更小的盒子 然後更小的盒子裡面 還會有內裝的抽屜等等 所以我就在想說 剛剛政委講說 他要帶3.0的機器人去看 可能除了不要半島之外 還要注意到那個角度的轉彎 可不可以讓觀眾跟著那個 進化版的機器人 同時也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次 所裝置的手法 希望大家有一個概念 這個展櫃裡面的東西 原來其實可以全部收進 層層包裝之後 收進那個大的箱下裡面 所以就是機器人上面要裝 不只是像以前望遠鏡 看的是你們故宮南院的那個 無人機群飛排的翠衣白菜 還要放顯微鏡 能夠看到它裡面非常細微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跟我們的技術同仁 再來商量 但是我非常願意來支持 太棒了 好 我們真的是聊得好開 真的是太厲害了 那我們 我們還好 就隨便講 對你就隨便講 我們兩個都沒怎樣 那講到多寶格的話 就想要問問看 多寶格在以前的時候 對於皇帝是什麼樣的一個存在 那如果說套用在今日的話 政委會有屬於自己的一個珍藏品 或多寶格這樣的一個東西存在嗎 對於皇帝來講 當然我就是以前一直有一個說法 就是皇帝的玩具箱嘛 那你應該要想說皇帝 最近也有一本書叫 皇帝也是凡人 皇帝亦凡人 可是皇帝不管怎麼樣 他擁有的東西 還是跟一般人不一樣 特別是在十八世紀那個時期 所以你要從玩具的這個角度來理解 其實也可以 因為他收藏多寶格裡面收藏的東西 就包含有古董文物嘛 前朝皇帝留下來的 或是本來皇宮裡面就存在那些東西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一定會接見 來訪的這些使節 又有外國使節帶進來的東西 然後第三呢 就是他的這些大臣們 也想要討好皇帝啊 就會買地方特產送給皇帝 然後第四呢 皇帝他自己也想想 我也想要製造一個皇帝製造的東西 所以他也會這樣子製造 所以基本上多寶格裡面的東西 就有這四種來源 那這四種來源呢 皇帝如果說每天呢 上朝退朝之後 沒有事情可以做的時候 然後他也可以把這個古董文物拿出來 一件一件的把玩欣賞 就是有一個人曾經有研究過 我們就拿那個 大家比較熟悉的乾隆皇帝來講的話 就有一個人是根據他的這個 各個實錄啦 或是招辦處檔案 各種官方文書 然後就統計 譬如說乾隆30年正月8號這一天呢 下午5點到6點的時候 皇帝真的走進他的養心殿 然後請人拿出15件東西來欣賞 所以呢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這些多寶格裡面的 各式各樣的文物 應該在某個方面呢 是皇帝的休閒的一個 可以打發時間的一個東西吧 是 那我自己的話 我在大概2000年左右 2000年出頭的時候 然後跟一群朋友自己在網路上面寫日記 那其實日記以前都是自己寫的東西 那但是當時呢我們就發現說 透過網路的技術我們可以交換日記 等於是說我寫日記 自動就出現在你的日記本裡面 你的日記本裡面也可以轉載 引用我的日記 那當時的這個想法叫做weblog 那簡稱blog 那後來我跟一群朋友 就把它翻譯叫做部落格 那部落格為什麼叫部落格呢 就是它是一整個部落的多寶格 不是一個人是看的 而是大家可以彼此互相交換的 那當然後來手機出來了 大家發現說在手機上面 很難看一整篇的文章 所以呢部落格的體材也有所修剪 變成可能140個中文字左右 那就是所謂的微型的部落格 就好像多寶格 後來透過工匠的各種的手藝啊 把它收納到非常非常小的地方 就可以放很多的暗櫃啊 很多的儲藏 那自然在裡面所放的這些文物 也必須要相應的縮小 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的microblogging 那像我自己在推特上面 就常常會按一些喜歡的內容啊 大家只要提到唐鳳 我有時候就會打個心 那打個心呢 大家就說啊召喚出來了 召喚唐鳳召喚到了 那不管是有人祝我生日快樂啊 或者是說大家又幫用我的影像 做了一些名音啊 一些梗圖啊等等 那這些打心的這些歷程呢 也就好像是我在跟大家的交換日記 一樣的一個互動啊 那當然在推特上面 或者在其他的社群媒體上面 大家也會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列表 好比像說我就會被加入 所謂的公民黑客的列表啊 或者是說會自己寫 城市的官員的列表啊 每一個人在搜集這些推文 跟人民的列表的時候 都會給他取很多不同的名字 那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地方 那以我所知 皇帝的多寶格裡面 也有這樣子一個成分啊 是啊 謝謝政委 特別提到皇帝多寶格 皇帝幫多寶格取名字的這一點 這其實也是我們這一次展覽 想要特別跟觀眾講的 尤其是對乾隆皇帝來講 他每一次在組裝完成一盒多寶格之後呢 就會給他取一個名字 像這一次我們展覽 其中有兩盒多寶格 很明顯的就是有特殊的名字 其中一盒是展覽在我們展覽的 第一個單元叫收納古丸 那這個單元呢 就是凡收納的東西 我們先不管從今天的角度來看 他是不是古董古丸 但是至少對當時候的乾隆皇帝來講 他認為是古丸 所以其中有一大盒呢 他是用日本石灰奇器箱裝著 這裡面都是收藏一些小小的小瓷杯 他就把這個箱子取名叫彩藝流霞 然後在第二單元的開箱趣味裡面呢 有一霞多寶格 它是一個木霞裝的 那在大概在乾隆八年左右吧 皇帝因為看到這些木霞好像都長蟲 有蟲組 就把它取出來 希望工匠能夠重新換包裝啊 然後除蟲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把這個多寶格取名叫天府求靈 但是剛才那個政委有提到一個 很有趣的就是說 在這個blog上面交換寫日記 這就是一種分享的態度 那就讓我想到說 其實在乾隆皇帝的時候 他所組裝的這些多寶格裡面 不是只有古董 不是只有禮物 他有的時候會把 磁城畫的東西也一起擺進去 譬如說我們會在裡面看到一些小的手捲 那這個小的手捲很可能是 他平常還是要有朋友 有一些磁城往來 那他可能就會叫這些磁城 特別在這個小畫卷上面畫一些圖畫 或是他當他要為這個玉器 玉器匣配這個一層一層的抽屜的時候 他會想要按照這個文物的形狀 挖一個淺淺的小澳槽 然後把東西固定在裡面 可是他非常的細的想到說 當你把玉器取出來的時候 如果這個木匣 只是簡單的一個木匣 是太無趣了 所以他也會請他的磁城 在這個木匣底部畫圖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皇帝在玩玩具的時候 可能有的時候 他是一個人獨自的這個把玩 可是有的時候 他也許也會召喚一些他的磁城 雖然在古代的那個時候 身份地位可能有點不一樣 但是從這個當一盒拿出來 然後我們把文物取出來 下面有他磁城朋友的圖畫 這也是一種分享 好 對不起 節奏有點太快了 沒關係 好 我要跟上 那我們可以放慢一點 但是因為也只剩五分鐘左右 是是是 這樣我也非常的精準 對 好 那想要詢問一下鎮偉啊 就是除了上次你用機器人 來逛那個故宮男院嘛 你還有沒有其他 就是覺得 蠻有趣蠻特殊 印象深刻的博物館 或是故宮經驗呢 對 其實我覺得 開放博物館的這樣子一個想法 是 故宮其實在歷任的就是 歷任的院長的協助之下 現在已經是全世界都做的蠻好的一個了 那所以現在其實只要找故宮 Open Data 你就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素材 可以讓你做各種各樣的使用 那我最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國外有一些博物館 因為它是採用開放授權的關係 所以呢就有很多朋友寫了一支程式 自動把它變成在動物森友會裡面的那個小圖 那所以呢等於就好像說 你在家這個 就好像多寶格一樣 你可以有非常非常多小小的圖 然後去賞萬這樣子的博物館 所以好比像說 像之前呢 這個念詠真等設計師朋友 不是有設計一個 紐約時報的這樣子一個廣告嗎 就有朋友就把它直接分享 就有朋友叫Zumbo 分享成這個Who can help Taiwan 的這樣一個小小的古案 那這個呢就比那個全版的廣告 在螢幕上面佔的空間比較小 而且它是方形的 所以你就可以一次排很多 在你的那個無人島上面去進行賞萬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故宮 我覺得未來可以參考 國外美術館的一點 就是說當然我們知道 每一個字畫 每一個卷軸等等 它有不同的dimension 有不同的長寬的比例等等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 多做一些這種方形的截圖 然後每一個方形裡面 看起來都蠻有趣味的話 那就在不管動物森友會裡面 或者是其他的網路上面的遊戲裡面 都可以讓大家很容易的 去運用這個作為素材 那這樣子大家一到彼此的無人島上 好像就踏入一個多寶格的感覺 鄭偉這個分享呢 其實就想到我 其實我今天第一次有機會跟鄭偉聊天嘛 那在這個節目還沒開始之前呢 可能因為我的層次是跟鄭偉層次不一樣 我是屬於比較低低的層次 所以我是有請教鄭偉說 對我來講最有趣的就是說 當可不可以有一種畫面 可以想像把多寶格打開 當多寶格打開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跑出來了 然後又可以自動的在畫面一跳 自動一件一件歸位 歸到它專屬的位置 因為多寶格的有趣就是 每一件文物在裡面都有它專屬的位置 所以你一定要歸到它專屬的位置 最後所有的抽屜才能夠 落在它原來的位置 整合多寶格才能收起來 那鄭偉給我提議是說 對我們就弄一個類似 神奇寶貝的那個圖鑑嘛 但是我後來發現 雖然我有玩神奇寶貝 可是我玩的段數好像又太低級了 所以呢就要不斷的往前追跑 所以現在有這個新的科技文明也不錯 當我們每天在跟古人溝通的時候 要回頭來看看現在的科技文明進步到哪裡 可以透過現在的科技文明 幫我們更進一步去挖掘古人 所生長的各式各樣的寶貝 對啊就像你聽到像珊瑚雙龍啊 青玉龍馬啊 難道不就像是寶可夢的名字嗎 其實我發現多寶格裡面 有些小玩物長得也挺像寶可夢 只是我不太敢這樣子講 我覺得夫人長跟鄭偉講那個好重要 就是我們有時候年輕人會覺得 那個文物就是一些很老的東西 然後或者是說一些很 就是好像就是沒什麼興趣 那其實它就像一個現在年輕人 愛的寶可夢一樣 它就是一個古人當時的一個很開心很喜歡 一個小東西 但我們直接去發現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其實那個時候跟我們現在是在過 類似的生活是沒有不一樣的 好像我們跟古人的距離就貼近的意思 是 所以這一次從人的角度出發 也是這個皇帝的多寶格跟以往多寶格 自然不太一樣的地方 但這個時間真的太短 我希望將來還有機會跟鄭偉多多聊天 多多學習 非常期待 對我們再問最後一題好不好 因為我們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鐘都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緩衝時間了 對 是是是 好 剛才鄭偉講到說 我們曾經到 對不起再一次 剛才鄭偉講到說 曾經用機器人方式來參觀南院 那 他答應再來一次 是是是 然後就講到說這個數位方法 可以算是一個現場觀看的一個預覽 對 那還有什麼方法 鄭偉覺得可以再讓數位 繼續為文物創造一些感動呢 對 我想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二創的這個價值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只是把這個展覽的資訊公開 好比像說一個一個很漂亮的照片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除了覺得他很棒 按個讚之外 其實沒有辦法 對他有什麼多一點的互動 那像我剛才有展示的 這個聶永珍設計師的這個作品 那那就不一樣了 他一開始就是說 任何人 只要你心中認同這樣子一個理念 也不用跟他講 心中認同這樣子 台灣Can't help的理念 你就可以做各種各樣子的重新創造 他等於對這些人來講 他不主張他的著作財產權 所以我們一下子呢 就可以看到做樂高的朋友 就一下子就把他的這個廣告的意象 變成一個樂高的 這也很像多寶格的 這樣子的一種雕塑 那當然也有很多二創 三創四創都會出現 好比像說前幾天 我們零確診的時候 那念設計師就把那個門 改成一個零的形狀等等 所以當他能夠去允許 這樣二創三創的時候 這個物品它就超越了 我們說歷史上 這是什麼年代的作品 因為這個概念 會不斷不斷的被重新創造 它變成是一個 這一代跟下一代跟下一代 都共享相同的一個語言 就像一個好的童話故事一樣 我們從最早的 《山海經》的時候 可以一直講到現在 我們不會特別覺得 它是哪一個年代的作品 原因就是因為它可以不斷的 讓大家做二次三次的創造 所以二創三創這個 其實對博物館來講 也是一個新的啟發 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 但就在於說 你知道博物館在某些方面 它有很多的包袱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利用 二創三創的創意去解開包袱 我可能也是未來可以思考的一點 對 是這樣沒錯 好今天很感謝 長鳳鎮偉來跟我們分享了 非常精彩一些 數位結合博物館的一個方式 也感謝副院長 來幫我們介紹多寶格 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錯過皇帝的多寶格展覽 我們也期待能夠透過 鎮偉的機器人 一起能夠來看到 南院這樣的一個特展 那再次感謝兩位 跟我們一起聊天 謝謝鎮偉 謝謝副院長 謝謝我們下次見 謝謝